吉安湘米幼儿园这个星期天举办了第29届毕业典礼 为39位小小毕业生安排了人生中第一场毕业典礼 乡长游淑珍感谢老师们的用心教育和家长的信赖支持 让乡幼的孩子们有快乐学习的幼儿教育过程 而在典礼上县长徐真卫、立委复婚旗也特别到场 为毕业生献上满满的祝福 39位小小毕业生由乡长游淑珍带领 在爸爸妈妈陪伴之下依序进场 每一位毕业生都盛装打扮非常隆重 吉安湘米幼儿园也进行安排为小朋友们举办人生中第一场毕业典礼 孩子是国家的至宝 更是吉安湘米幼儿的心肝宝贝 今天是29届的吉安湘米幼儿典礼 看到小宝贝们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典礼 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幸福跟祝福 当然也有满满的不舍 从小班、中班、大班 看着他们三年的一个循序渐进的成长 在香柚里面跟着我们度过了成婚的学习 我们也要祝福他们踏出了幼儿园之后 有快乐充盈的学习 更要有健康跟一个圆满的人生 所以今天特别为他们办理了隆重的毕业典礼 看到爸爸妈妈来给他们祝福 也带来了满满未来的一个展望 希望我们吉安湘佑 做好了奠定人生最基础学习的环块 祝他们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快乐、平安、健康 除了乡长和多位乡民代表们的祝福 县长徐真卫、立委傅昆琪 在百忙当中也特别到场 为小小毕业生献上祝福 县长游淑珍亲自颁发毕业证书 而县长徐真卫也颁发了县长奖 场面热闹欢欣 在会场周边幼儿园也布置 毕业生这三年来的学习成果和照片回顾 让家长们可以看到孩子们 这些年来在幼儿园学习的欢乐点滴 建旅会吉安湘报导